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要说话那么绝对 这是朋友们问出来 在我节目下问的 本来昨天我想回答这问题了 没时间回答 这个人 这个人 网上有一段视频 他是一个sanitor 你可以看到在福克斯新闻网上 把他直接就叫ghost 他是个鬼 他当面在众目睽睽之下 作为参议员去质问巴瑞特 大概的概念 要以人家英文 本身英文为准 质问巴瑞特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在成年之后 你是否遭到过性伤害 性侵害 或者性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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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话就是性 我当时看了这段视频 我当时心里就一句话 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这是臭不要脸的女人 所以 但是 这个 这个 福克斯新闻网直接把他称为鬼 色鬼啊 鬼是色了 中国人是这么讲 这是你在替整个全美国人民 像一个未来的大法官 一位女士 一个七个孩子的母亲 在质询 在探讨质询 她是否有资格 她的人品 她的道德 对吧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直接了当的概念 你却直接问她 作为一个女人 有关是否性的个人的隐私问题 而她下面埋下的地雷是什么 如果你遭受过性侵的话 我个人都听得出来 如果你遭受过性侵的话 如果你怀孕的话 你这孩子生不生 所以我刚才我节目中讲了 哈里斯讲女人的身体 女人自己做主 那她的孩子怎么做主 那她的先生随意给她戴帽 被她戴帽 就是这样 同样是这样的女人 在这样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家尊严的问题 却可以直接问出 出于一党之目的 出于自己女人身体 女人做主 可以随便乱来 以自由之名义 然后去这个方式去攻击 等于她在侮辱美国人 何况她的 她有七个孩子 她的七个孩子都没有超过二十岁 里面有很多女孩 她也是女人 所以福克斯把她称为鬼了 这是一个今天人的社会当中 至善至恶的一种选择了 很多美国人被她的问题很至惊 很正经 直接就讲说 难道美国的白宫 对不起 美国的国会山庄 都是竟然窝藏有这种人 很难想象她是 就是说是否能够被称为人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 有人说美国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灾难 就是因为这个 在美国重灾地区 重灾区当中 死的人 重病人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黑人和拉美人 另外一个就是民主党控制的地区 就是最厉害 新泽西 纽约州 美国西部 有一个算一个 闹得最凶的 反对川普最凶的 就是疾病最凶的 但他们就最不信神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 竭尽他们最大努力 把责任推给川普 所以没有什么臭不要脸 要脸不要脸的问题 一个不信神的人 根本没有人的那张脸 没有 如果单分有了人的脸 他也是女人 他能问出那个问题吗 所以不用期待说美国如何 这是人类大惊化的过程 那今天呢 他就这是其中一篇文章了 成为美国大选的延伸的概念 其实巴瑞特最先 我觉得巴瑞特最典型的特点 48岁 自己生了五个 又领了俩 自己家里没保姆 他跟他先生给孩子们做饭 但他今天 已经跨入了美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的行列 如果通过 这个月底通过之后 他将是美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大法官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 在现在的精英社会中 很多女士 年轻的女士 对家庭不负责任 很多女士 不希望有家庭的累赘 很多女士 认为孩子耽误了 他们的一切 有多少生了五个的 赌王的两个老婆 生了五个 那是分家产 那巴瑞特为什么可以 他有背后有神迹 他顺应命运的一切 他视为自个人的努力 只是简单的生命的尽力 绝不是努力 是他的跑不了 不是他的他不求 他珍惜生命 热爱家庭 他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妇女 但他同时是美国 最高法院大法官 嘲讽了今天所有 以事业为借口的那些女人 透显出他的自私 贪婪 无能 真的 你的无能在于你的借口 你可以不用这样的借口 你作为付出 每个人的付出 有自己的梦想 那没什么关系 但却用别人去找出一些 所谓的客观理由 那就牵扯到生命的品质问题 听证会 保守派进一步势力 巩固 那今天川普团队 在有关疫情的背景之下 如何如何 他说共和党民主党 在政治角力当中震撼了巴瑞特 我个人以为呢 巴瑞特本身呢 在他获选之后 他早已知道会面临这样的场面 我个人觉得他很清楚 从他对他老师的评价 和对这个 黑金伯格的评价 我们昨天讲过 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把握的概念 远远超越于今天 民主党的那些参议员们 对他非常凶狠的 怀有歹意的那种质问 当那个女人问他 有关个人性伤害的问题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 他说No Sanita 没有 参议员一句话 其他任何话都没说 你根本撼不动他 利益中的人 欲望中的人 你用这样的羞恶之词 你可以把对方激怒 你激怒不了他 因为你不在一个环境下 所以这里一天就提到说 巴瑞特出任代替金斯伯格 那成为了美国历史当中 就是大法官的 新的大法官的提名任命 接近大选 这个大选日最近 他大概是在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 进行投票 所以作为这个民主党人 极力的想去阻挠这件事情 哈利斯呢 哈利斯叫嚣说这是不合法的 我个人觉得基本都是 这些都是笑话了 因为现实的环境 就给促成了这个样子 也有人说 也有人说 这个美国的民怨 就是老百姓的愿望 是和民意调查 希望大选之后 这个再去 大选之后再去这个 评价 这个 评选这个 投票这个大法官 民意调查不是法律 如果民意调查可以代替法律的话 那是美国的笑话 那是法律的笑话 所以当任何一个人 去用民意调查去讲话的时候 用民意的 所谓民意的一切 去想搞欺骗的时候 这个人是恶的 民意调查代替不了法律 宪法规定就是那样规定 是不是这道理 如果以这个东西 就像说 如果以这个东西去攻击对方 那在民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共和党今天去选举就说 能够推出巴瑞特 以至于到最后成功 这就是天意 这是天意 所以有可能在大选的 后面出现纠纷 在出现纠纷的背景之下 最高法院大法官 就是最终的结果 这就叫天意 所以在相当程度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今天妖魔鬼怪 妖怪鬼精兽 相当凶猛 你看你看看哈利斯的说法 你看看民主党人做法 你看看这个 这个 希拉里在四年前 对川普的那种 极其邪恶阴险 狠毒的做法 你就知道 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人之初性本恶恶本身的那种杀伤力 所以才我才会提到说 有可能会出现最终由大法官决定 这是法律定 这是法律的本身 这篇文章主要就是讲述这些了 他也讲述在这个 在目前的背景之下 民主党没有任何操作的能力 因为在参议院 参议院参议员的保守派 共和党参议员是53个 这个民主派是47个 中间差6张票 那如果想让这个倒戈的话 起码要倒这个 共和党人要倒戈三个人来拒绝 才会出现评数 对吧 就是50对50 那就这就变成了参议院 变成了1对1 对不对 大家都一样 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 是有权投票 就是副总统 副总统彭斯 是参议院的一张票 但是在平常投票中 副总统不投票 但当出现平衡的时候 副总统有权投票 所以在有关 有关这个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的任命问题 几乎就已经定格了 几乎可以定格 这第一个 第二个定格的本身 保证了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民主党的任何轨迹 都将遭到被揭示 被推翻 当进入到最高法院的时候 最高法院有权使用 任何手段 去进行调查事情的真相 当调查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民主党就完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